近年本港多間書店倒閉 難道書店都變成憑危物種? 其實世界各地仍然有不少很漂亮的書店 值得大家花時間慢慢去行 不如就看看旅遊達人漢明生有什麼推介 行這麼多書店走運全世界 要推介一間給大家其實都挺頭痕 推介哪間給大家呢 我會選一間延選全世界最漂亮的書店 叫什麼呢?叫亞典人書店 這間書店不是在亞典也不是在希臘 就在Argentina 在Bruns Aires 導演羅斯奧利斯 它的前身是一間很豪華的歌劇院 它現在還保留了整個歌劇院的舞台 歌劇院的包廂 一個個階段就變成書店了 挺好趣的 書在階段裏拿書 然後拿去舞台是一間咖啡 拿去咖啡坐地慢慢探咖啡 就慢慢看書 那時候打書店看什麼書呢 就看Evita 就是貝隆夫人 因為阿根廷和貝隆夫人 基本上是畫上了等號的一本書 書店都不一定要帶 項明生都很喜歡橫街擲巷的小書店 我剛才從塞爾維亞回來 就是塞爾維亞的首都 Bellgrat 貝爾格萊德 我去到貝爾格萊德 其實我一定會走書店 我走什麼呢 走二手書店 為什麼呢 其實貝爾格萊德 現在就是塞爾維亞的首都 如果你知道歷史的話 你知道它曾經 是七個國家的首都 當時有個蘭斯拉布的首都 蘭斯拉布的首都 它的創達 也是它的國父 等同於蘭斯拉布的鐵塔 如果你要找回鐵塔的書 你現在去塞爾維亞的書店 是找不到的 一定要去二手書店 大家留意一下 打橫街裡面 你會見到很多二手書店 地牢裡面 哇 鋪天隔離全都是書 裡面找到就會見到很多 我買了很多本鐵塔的書 要走漂亮書店 都不一定要去歐美 現在在內地 都有很多值得一行的書店 其實最近我去了 我鄉下成都的一間書店 它就位於一個商場裡面 不過它的感覺就像什麼 好像陶淵明一樣 山窮水盡而無路 柳環花明柔一村 你走到最後那裡 你走到S區 你走到下面 你會見到一個桃花園 完全不同的境界 它就像山窮一樣的地方 和上面的名牌店 是兩個不同的境界 整間很大的書店在裡面 它除了有書店 又抹衣服 抹衣服 抹衣服 又有些飲品 你可以在裡面 可以逛一個下午的 這間店叫做方鎖 好嗎 好嗎